1683年9月13日,贵人郭洛罗氏,生下了康熙皇帝的第十九子叶宇。 郭洛罗氏没有因为皇子的降生而得到进风,他在康熙的后宫,始终都是默默无闻,中康熙朝也只是一个贵人。 但郭洛罗氏有一个一起入宫的亲姐姐,在康熙的后宫过得是风生水起,赫赫有名,容宠不衰, 他就是宠冠康熙帝后宫,被雍正帝极恨的一妃孤洛罗氏。 比起皇子印宇生母无宠,亲一母一妃孤洛罗氏,可谓被康熙帝宠爱了一生,也许是姐妹不同的脾性所致。 不仅如此,皇子印宇还有一个生名显赫的同母姐姐,康熙皇帝的第六女孤伦克敬公主, 是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内妇之后,第一位下嫁的公主,也是清朝大名鼎鼎的海邦公主。 只可惜,印宇不到一岁就夭折了。